對高機拉開鐵捲門 刑警第一時間 全部衝進機房 殺的嫌犯 措手不及 跑上二樓 直接抓住人犯 呵止他 雙手抱頭 一個都別想逃跑 靠近窗戶 仔細看窗簾 加上十公分後隔一棉 就是為了掩人耳目 另一頭台灣同時 和新加坡警方 聯合初期 嫌犯才剛坐下要吃飯 一共十名的台灣詐騙車手 就被警方上手銬帶走 原來這群 台灣的詐欺集團 專門騙取新加坡公務人員 關鍵詐騙手法 就是用這種新加坡 獨有的腔調 Singlish 靠的這個Password 對不對 那靠的Password的話 這格是顯示紅色的 嫌犯向被害人謊稱 帳戶遭到盜用 涉及洗錢 請他去假警察網站 填資料 個資全曝了光 再利用被害人一樣 涉及洗錢 凍結帳戶說法 引導匯款到被害人A帳戶 最後車手把錢領光光 總共得手4.4億 目前為止有發現有 119個被害人 最大的一筆金額 是大概台幣的900萬 嫌犯以為在台灣設置機房 電話詐騙新加坡人 就可以逍遙法外 但兩國幾方聯手合作 收網抓了16個台灣嫌犯 未來不排除 可能接受編刑處分 或是忍受民眾痛苦丟臉 更丟到國外 記者許正銘 李玉涵 台北報導